好,那我们现在跟他从干板走出来 哈喽大家好,我知道说很多人在期待着这个影片的update 那希望在看这个影片的你是健健康康,安安全全,希望家人也是 所以今天在这个影片呢 我想要跟大家分享就是我的过程,然后流程 还有就是去打针的时候的一些东西 因为我自己那天去打第一次针在HOB的时候 我其实真的很没有头绪 比如说不懂在哪里排队 不懂要准备什么样的东西 还有就是走进去了过什么东西 我可以expect什么东西在里面 那还有就是大家最关心的 打完针之后我遇到了什么样的side effect 就是我有什么样的症状 耶,今天帮我去打针了 然后 驾驶 只要戴口罩 还有 好,那我们现在刚刚从Gampan走出来 我不知道它录在哪里 所以我们就走走看 它这边全部都是 蛮多人的 蛮多人然后蛮大的 那我的宣布是在HCOB 所以如果你是槟城的 它就会是在Spice Arena 然后过后就是要进那个 应该是叫convention center 所以HCOA跟HCOB就是 在隔壁而已 那我本身的appointment是在 12点 但是我在12点50的时候才收到 我的那个 MySechatra的那个update 所以我去到的时候已经比较迟了 那等了一下过后就开始进去 那我大概brief大家的注 所以一开始就是排队 然后过后 警察会帮你检查你的MySechatra 然后进去过后要准备我们的IC 然后 排队了之后它会给你号码 跟一个form都去填 那在那边就进另外一个station 那那个station会有两张form 就是你要把你的名字那些填上去 然后过后就会帮你安排去下一个station whereby你等你的号码被叫就是它会有一个screen 叫号码 我不知道HCOA是不是这样 但是HCOB是这样子 所以我们需要点放 然后过后就有两张form 然后等号码 那这个是号码 然后过后你就进去 那天遇到的是两个人 那其中一个是警察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可能是那个volunteer吧 然后他们就 他就问一些状况 比如说有没有diabetic 有没有asma 然后过后有没有high blood pressure之类的问题 那那一个 好了之后呢 他就会下去等下一个位置 就是去做consultation 那医生会跟你跟我们讲说 打完这个针之后可能会 可能会发烧 可能会 嘔吐这样子 但是他会跟你讲说 就是吃了Benedorco就没有什么事情 那也会问我们说有没有对什么样的药敏感啊 有没有之前打疫苗的时候有敏感的症状 这样子之类的问题 好轻松啊 嗯 没事啦 来 你转过头来唱一下 OK 看啊 好 近了啊 OK啊 也没有问题 幸福你们的 没有关心 OK OK 回来了 来在这边 唉 好呢现在是晚上10点 也就是打完针 after 7个小时到8 7个小时 7 8个小时吧 现在开始感觉有 1点点 死 好像要发烧的感觉 所以就去讲 Good night 好那好玩的部份来了 很多人打针之后会有很多不一样的症状 那我身边有很多朋友有故愿不恙 比如说有发烧 呕吐腹泻 头晕 头痛 有红疹 有疲劳 有就是胃口大开 然后腰霜背痛等等的 那我自己的话呢 我经历了两个症状 就是发烧跟腰霜背痛 那我打完过后八个小时之后 我开始有一点发烧 就大概晚上10点半 11点左右 我开始发烧 但是没有去到搞 就是大概37点多而已 但是你就是感觉整个人冷冷的 然后过后但是不能流汗哦 这个是我发现到的 那佳恩也是一样 那我们都不能流汗 但是你会觉得就算包起来也不但能流汗 整个晚上比较不舒服的地方 就是怎么躺都感觉不对 然后过后一直想要起来 但是又没有什么力 隔一天就是8月18号星期三的时候 我早上起来的时候 烧没有就是没有发太高的烧 但是腰霜背痛很辛苦 然后我literally就是把自己称为uncle 因为我要爬起来 就是要从床上爬起来也会就是很痛 然后过我走路还要手插 把腰这样子走 所以非常非常的辛苦 那个时候 但是好消息就是 他其实他的痛没有维持太久 那发烧到8月20号 就是星期五 那星期五的时候 我的腰霜背痛慢慢的就是减缓的 然后过也没有这样痛 就可以走路那些 但是就稍微会有一点点腰霜 那我的发烧是在18号的时候 就应该是中午晚上这样的时候 就已经没有了 所以发烧就是17号晚上 然后到18号这样子而已 没有太过严重的部分 最后呢就是要送给那些还没有打针 或者是在等着到你们的时候 那我觉得说其实真的没有像很多人讲 想象中的这样恐怖 但是我觉得主要就是身体还是要健康 不要等到就是要打针的前一两天才来找 所以啊多喝水之类 那这些就是可以平常都在做的东西 就尽量做吧 然后营养社区 吃的东西 休息 足够的运动 那这些我觉得都有很大很大的帮助 那我非常感恩也非常开心 就是已经打了我第一支的那个AZ的疫苗 那希望今天的这个分享都有没有帮助 那如果有帮助的话 记得把这个影片分享出去 说来更多还没有打针的朋友 或者是有一点害怕 然后希望说可以帮他们 就是看完之后可以让他们做个决定 然后赶快去帮自己报名 所以保护自己也保护自己的家人 还有就是保护我们的国家 好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 那希望这个影片又好玩又有趣 然后又可以带给大家一些些的信心 还有就是鼓励 那我们下个影片见 拜拜